內兒童仍然陷於風險當中 根據指揮中間統計 截至四號為止 已經有三十五例十二歲以下 兒童重症 其中有十五個人死亡 兒童腦炎是家長最擔心 常跟醫院醫師 分享了一個特殊案例 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就是 手就是很奇怪的姿勢 然後大聲的尖叫說 我們都要死掉 然後跟媽媽說 媽媽你傻了這樣子 大人如果出現 其他一些致病性的腦炎 事實上也會有這種意識混亂 並不是專屬於 這個COVID-19 病毒引起的腦炎 腦炎個案一再發生 激發了恐慌性疫苗施打潮 中正紀念堂 兒童施打站最後一天 家長把握機會 帶小朋友來打 就是腦炎滿危險的 就想說還是讓他打一打 疫情這麼嚴重 當然心裡都會有壓力 截至五號 六都七個BNT 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 五天下來 總計接種了 兩萬八千七百七十一人次 不少專家已經在想 何時打第二劑兒童疫苗 林口長根醫院副院長邱正勳說 兒童疫苗第二劑間隔時間 美國建議三到八週 澳洲則是八週 感染科醫師黃高斌認為 指揮中心建議 間隔八週太久了 應該改為間隔四週 BNT兒童疫苗 甚至間隔三週就可以施打 兒童心肌炎發生的比例 其實是偏低的 何況現在疫情正嚴重 應該以四週為限就可以的 不必到十二週這麼長 至少要打兩劑 才會產生它的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保護力的效果 至於在美國有建議 再打第三劑 那我們會考慮 這第三劑也是要打 專家提請 美國已經審查相關疫苗 台灣也必須超前部署 不然到時候等到第一劑退散 兒童疫苗風險將再度提升 記者張宥慈 王一仲 台北報導 特地討論 大谷財